好 有位朋友是這麼給我們留言的 他說呢 請問現在涉安局還開門沒開門呢 我要是要更新涉安卡的話 涉安卡的話呢應該怎麼做呢 需要準備些什麼呢 費用大概又是多少呢 需要多久才能辦下來呢 我們趕快請出我們的好奇律師事務所的好奇律師來幫忙回答 好 律師你好 早安 早安 你們好 好 那他這個問題請您幫忙回答一下 現在涉安局開門嘛 涉安局應該是在開門的 所以呢 他其實這個不屬於 嚴格的講不屬於法律的問題 好 那也請您幫忙回答一下 他可以打電話去詢問 他也可以去查詢 那麼他就近的每個地區都有個涉安局的辦公室 他可以到辦公室直接去排隊問他們去申請 但是呢 涉安卡是沒有這個截止日期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這個問題到底是什麼樣的問題 因為涉安卡是永久性的 也就是說涉安卡是不需要更新的 涉安卡是不需要更新的 你從來美國以後有了涉安卡以後呢 你就一直用一個卡號吧 所以不知道他這個問題到底是 具體是什麼樣的問題 但是呢 涉安卡來說本身是不需要更新的 除非他 除非他 郝律師我們聽不到您聲音了 我說除非是他的涉安卡丟了 他要去補辦 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沒有更新的一說的 有可能 要不然就是他要去申請這個涉安卡 要不然就是涉安卡要補辦 那麼具體怎麼回事呢 這位朋友可以親自去涉安局去問一下 好的 好 非常感謝 郝律師好